军砖扩原的战略设计 中国果然成为最大赢家 而感到痛苦的只有一国 在南非举行的军砖组织的峰会已经闭幕了 其最令人关注的是增加了六个新会员 包括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金砖第一扩原的战略设计 过去很多人预测 首先加入金砖的国家会使人口更多 经济体量更大的国家 比如印尼和尼利亚 两者都是人口上亿的国家 现在的安排从地理上看 亚洲、南美和非洲都涉及到了 也就是避免了集中吸纳一个区域的成员 阿根廷是南美国家 这里被看成是美国的后院 而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是非洲国家 埃及在地理和文化上以中东更接近 而伊朗、沙特和阿联酋都是亚洲国家 如果再考虑到埃及的因素 针对中东的战略设计非常明显 这次峰会发表的约翰内斯堡宣言 强调到会员国将携手因应全球风险 并致力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推动金砖国家的本币合作 共同支付工具和平台的应用 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推出金砖国家的共同货币 但是进一步推动了抛弃美元结算的设计 也非常明显 如果我们再想一步的话 扩容后的金砖组织 针对石油美元的意图更加明显 未来的金砖组织成员国中 产由大国就有俄罗斯、伊朗、沙特和阿联酋 里面有在中国斡旋下刚刚和解的 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 以及什叶派的伊朗 还有小而富的阿联酋 可以说新的金砖组织代表着石油、天然气 而潜台词就是抛弃美元结算 南非是东道主 新成阳国家有东非的埃塞俄比亚 该国与南非的关系非常好 算是比较特殊的 而以阿根廷同为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主要国家的巴西 卢拉要力挺阿根廷入会 同时也是金砖组织在美国后院打架的一个蝎子 阿根廷现在面临着右翼领导人上位的可能 金砖组织的入会 也可以成为其导向美国的赤横因素 如果我们总结金砖组织的发展 还会发现另外一个特点 并没有像俄罗斯所设想的一样站在G7的对面 也不会以G20竞争对抗 更不会以欧美国家脱钩去风险 道理很简单 因为推动全球贸易 避免形成集团对抗 符合中国这个世界最大贸易国的利益 金砖组织现在成立的新发展银行 预期也会进一步扩容 未来有了沙特阿联酋这样的金主 将会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吸引力 明年的金砖峰会 10月份由俄罗斯轮值主办 基于俄罗斯当前被西方孤立的现实 再加上普京反击美国霸权的战略设计 不可避免的将会进一步利用金砖机制 推动反击美国霸权的事情 总统而言 我们看这次金砖组织的扩原 似乎毫无张法 但是又处处体现着成员国的算计 以战略设计 扩原既照顾到了南非和巴西的足球 但真正的目标还是反击美国霸权 其实此举瞄准的软肋 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和石油美元 未来同样身为金砖成员国的伊朗 沙特和阿兰球 在中国的推动下 必然会强化人民币石油结算 而且会越来越不听美国的话 所以这次金砖组织 真正的大赢家 或者说最大的赢家 就是中国 而感到最难受的 正是美国 做个赢家 金砖组织 速迟 很小 词